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六页 二十六页里面 当佛陀在问这些与会的大阿罗患以上的人 过去修行是从哪一个法门去入手 谈法门的话 无非就是用不同的法 来对峙我们的六根六成还有六式的 所以基于这个释迦牟尼佛 跟这五比丘的过去生的一个姻缘 所以第一个可以听闻 佛初转法轮机会的就是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在听了释迦牟尼佛讲解的四圣地以后 至尊有问他们明白了吗 另外四个还一头雾水 只有焦成那他第一个站起来说 我听明白了 那以焦成那代表什么 代表生成 生那生一定是透过耳 那六根六成里面六根是眼 眼对色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排列 把生成摆第一位 他也是为了一个起成转折的问题 因为最后二十五圣 是由观世音菩萨来表述的 观世音菩萨是从耳根去入手的 所以有没有 耳根是对生成的 所以前面就以阿若焦成如来做代表 他以生成来开启二十五圣修行的方法的第一个法门 从什么 从声音去入手 声音就是道理 那为什么能够从声音里面去入手 假如今天没有听道理的时候 佛没有讲四圣地 或者你听了四圣地 就一定能开悟吗 未必 所谓的生成是涵盖了 我们透过佛陀讲的义礼之后 然后我们对于外面所有的一切音声 我们都觉悟到 所有的音声都是因缘合合而有 譬如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 这一场的课程 他也是因缘合合而有的产物嘛 那在这个时间 我们讲能言经 下了课以后 我们可能闲聊家常 那在课堂上讲道理 譬如后学在上一堂课 讲了那么多的戒律 说不定我们有人触犯到了 那你听闻的时候 会不会有那种不高兴的感觉 你是调过的要说话听的吗 对不对 或者今天我们在私底下闲聊家常的时候 我们言语上有着冲突了 那我们听到了别人所表达的一些不好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都叫做声音 我们讲中言逆耳 那个中言就是声音啊 甜言蜜语我们喜欢听 千穿万穿马屁不会穿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赞美自己的话 遇到别人点出我们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坐立难安 就觉得心灵受创了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出 每一个音声都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声音它有来有去 有声灭的都是因缘合合 我们不要把声音当作是真实有 然后只看这个声音里面 它带给我什么样的启示 你从这个里面去悟的时候 最后你的耳根对一切的生成 在一切的音声当中 你就不动心了 后学举一个例子 大概在几年前的时候 麻烦我们赵坤闲闲 帮后学整理家里面的厨房 那因为那个要敲打 那个在所谓的用电钻 钻这些的水泥的时候 声音很大 那因为只有整理厨房那个区块 所以客厅什么地方都不动 后学就必须在家里面坐着 因为工人会出出入入嘛 加上佛桌还摆在那边 就怕一个碰撞有没有 伤到了佛堂的摆饰 那是后学最在意的 可是工人在工作的时候 我又不能参与 那我就必须在旁边 在旁边会浪费时间 那因为他在打的时候 有没有 那那个几乎整个屋子都是震动 不要说屋子 社区里面都有声音 后学想利用那个时间来看书 后学记得他在那边打了两天吧 还是一天我忘记 我就在那边看了两天的书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震耳欲融 后来就是想到经书里面讲的 因缘和合的东西 能够听闻音声的是我的真如 如果我的真如自信不在 对不对 我根本耳朵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可是真如自信对一切静的时候 他不会去分 这个是噪音 或者是这个是你喜欢的声音 他不会去做分别 那当我觉得他是噪音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被干扰 心里面就会觉得有噪 浮躁的感觉 那他既然只是一个声音 就没有好坏之别 会起分别的是我的人心 换句话说 当我认为他是噪音的时候 那就是人心的一个造作 那学道是要让道心能够展现功能的 怎么可以让人心 在境界来的时候就浮现 那修道就没有成就了 这样念头一想的时候 有没有 一起来啊 我就在那边一直看书 看到中午休息 他们去吃饭了 我也吃饭 然后下午在打的时候 一直看到他们离开为止 那个心都没有动过 是那一天里面让后学去觉悟到 原来我们去起道理 进行观照的时候 会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那工人走以后 我们就用一个很平和的心境 就把屋子扫得干干净净 那段时间是我家里面最乱的时候 却也是最干净的时候 因为每一天在擦地板 擦桌子磨椅子有没有 因为都有灰尘难免的 所以后学很能体会出 对境恋心这一句话 不要让境界现前就把这颗心给牵走了 所以有人说我们要塑造读书的环境 读书的环境要塑造 是对那些初学者而言 对我们真正长期在道场 在学习的人而言 你应该要塑造是自己的心啊 让自己这颗心在一切境里面 都能够安然自在 不被外在的环境的变化所影响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重要的科目啊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修养 我们才能够走遍天下 无处而不自得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永远保持着如一的 都是那颗真心 所以道理是真的很重要的 这个叫做透过阴身去什么 去起一个修行的观念 听到人家赞美我们 你要想 这个赞美有没有 有的时候只是别人一个口头上的 给我们一个鼓励而已 未必表示我们的修养真的那么好 所以切莫在赞美身中迷失了自己 当别人给我们一句劝告的时候 我们也要起观想 这个指证我们的 听起来会让我们觉得 有没有一点难过 有一点难堪 但是透过这样的指证 我才有修正的一个机会 才会减少我犯错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机会嘛 那这样子来讲 肯对我提出劝戒的人 他就是我修行的一个大恩人 我应该要起感恩的心 怎么还会觉得不满 还会觉得有仇恨呢 这就在一切的阴身里面 把自己调理过了 所以后学在练的过程里面 儿女在争吵的时候 也在里面练 练什么 他在吵他的 我就把他当成伴奏 他们吵完了 有没有激情过后 我们再出去去善后 切莫在火头上 有没有给他插进去 因为那个时候 你会成为重见的 射中的目的地 他们已经吵得 生思力竭 已经吵得有没有 再也没有力气 继续下去了 我们就出去伸出援手 通常都会有好的结果 这也是经过了多次的革命以后 我才觉悟出来的当父母的一个道路 所以我先生因为常常晚上回来的机会比较晚 有一次给他碰到 孩子在外面客厅大吵大闹的时候 有没有 姐弟两个人 你来姻缘我一语 有没有 那个剪的就是舞雷在轰 我先生坐不住 我还在那边看电视 他说你不觉得很吵吗 我说没有 激情必然不会持久 他终会过去的 后来这样子以后一段时间 我们他平静 我们也平静 因为他把我们干扰 我们去做制止 我们会出言不逊的 我们也会有不恭敬不好的言语出 所以两方面都平息的时候 这个战场很快就能够清理干净 所以学到的好处 是我们能够用道理来打理自己的生活 不是用道理听了那么多 将来为了做佛和讲给别人听的 要自己先成佛 自己先授意才可以 所以这一个阿若焦成儒 在听了释迦牟尼佛讲四圣地之后 他是真正的开悟 过去也有一段修行了 就欠灵门一脚开悟 透过修道才能够灭除六道 轮回生死之苦 所以我们看二十七页这一句话 所以今天您在问 谁最先开悟 所以我初称解 我是第一个开悟的 所以如来应我 名阿若多 阿若多就是最初 第一个了解的 妙音密缘 妙音密缘就是了解声音 是因缘和合的东西 不要被这个虚妄的假径给牵引到 你不被径去牵动自己的人心 你的道心就能藏住 保有自己的真心 这个叫做妙音密缘 所以我于音声得阿罗汉 人家阿若焦成儒 听了四圣地听一遍就明白 就开悟做阿罗汉 很多道心就问 那为什么我们听那么多 四圣地听了 十二因缘听了 六对波罗妹听了 什么经都听了 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消息出来 还没有成阿罗汉的消息 我说因为这些人 过去都基修的 就像各位前嫌 你也在基存粮食的过程里面 你听了那么多 将来往生都率净土 还要继续学继续听 然后再跟弥勒佛下这个严福提 来地球开龙华三会 你才能够听闻道理 马上就开悟了 所有现在都是准备工作 都是储存粮食的机会 现在没有储存 将来下来的有完是一问三不知 你看这五个人 只有阿若焦成儒第一个 还有很多人听了也是不懂的 所以万丈高楼都由平地起 一点一滴去累积我们修行的资料 所以阿若焦成儒 是从佛讲四圣地的声音里面 他去开悟出来的 所以佛问元通 如我所证 因身为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到外面去交游 我们很多人 各个人看风景的心态不一样 后学从以前 小学在交游 到后来进入到这个道场里面 我在看我自己心态的变化 跟小学出去的交游 跟现在看的三光水色的心态 完全不一样 现在看一切外在境界的变化 真的就是那一种生灭法 你看到春夏秋冬四季 树木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出来 对不对 你看这个气候也有不同的一个温度的感觉 凡所有有变化的都叫做生灭 然后大自然界的生灭 它是周而复始的 从一年一天一月 乃至于一个地球也有一个轮回 我们人生一个轮回 如果我们不利用现在有限的时间 多多去研究道理 去修正自己的一些的生口意 去调整自己内在的一个心性 我们永远跳不出这个轮回 这一辈子演得烂戏 下辈子继续演 而且会烂到家 最后有那么一辈子 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掉了 我不瞒各位前嫌 后学在周遭的亲朋好友里面 真的有感觉到 如果依着佛经的标准 来看一个人的未来 还真的看到好几位 未来真的是丧失掉 做人资格条件的 但是这些人眼前完全不知道 自己视线出来 是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油然不自觉 还在鼓中坐落 你只能看他一步一步 掉入到自己所铺设的陷阱里面 你外面的人一筹莫展的 光我这么一个小小的生活圈 我都看到了这样的人的存在 那你认为在这个世界 这个诺大的地球村 七十多亿的人都能够在一个轮回之后都在做人吗 不会的 我们不管别人 我们只管自己 当人当久了 就会有危机出来 因为习以为常 不好的习惯也不知道改 所以恶业相迁 最后就失掉人生 所以佛才说 得人生难 要趁得人生的时候 好好走修行的路 才彻底的解决生死大事 这是从因生当中 我们去觉悟的 所以我们今天 深层可以悟到 以后我们再听到声音的时候 不要去分别这是谁说的话 谁说的都不重要 合不合于真理 合不合于道理 是理则进 非理则退吗 也不要去分别这句话 对我是赞美 还是对我是批评 只要是对我们而说的 我们就牵受益 用人家讲的东西来反省自己 我们能受益 我们就要感恩了 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 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面 所接受的一切的声音的时候 各位浅显 这就是古德常讲的 西生进士广场所 前两天我们去走西边 我们第一个看 哎呀这个西水好脏哦 那有虚没 那有虚的时候一定也有毒啊 因为我们现在吃素 我们不会想到去捕鱼 可是我们看西水的干不干净 那真正有学到人知道 你看到这个西水 潺潺不断的在流啊 是不是 它西水慢流 它流的是没有洁净的 然后从小河 汇入到大江 汇入到大海里面 那我们人的生命 这一缕方魂有妙 你认为在这个人生的岁月当中 你要漂流到哪里 最后你要把它归属于在哪一个地方 这都是我们透过西水当中 我们可以觉悟出的道理 或者看在西水里面 肮脏的水里面 有那么多的渔情活着 你看人家也是出乎你而不染啊 那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 逆境现前也不要有太多的埋怨的 我怎么在环境里面 去调试我自己 能够调试自己 顺应逆境的一个生存条件 那就是开发了道心里面的 什么调试心的这么一个特质 它也是道心啊 所以学到人在任何的境里面 都不会迷失自己 孔夫子不是说吗 颠沛如是 造智如是 不论多么艰难的环境 学到的君子 报道奉行 在一顿饭的时间 也不会去触犯到戒律 于是在一切阴生里面 你就不会被他给 什么 给误导了 不会对近身心 重要的声音代表外在的静 声音不再打动我们 你对近就不分心了 你看现在在生活里面 你走在路上 车水马龙的喧嚣声 你要读书外面有吵闹声 这些所有的声都干扰我们 让我们不得宁静 你如果能够学会这一点 那这些静就对你 不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 你不用花半分钱 不就是得到了内心的一个快乐 跟安然自在吗 这叫做听闻因声而悟道 所以偶遇大师他曾经讲过 包吻事先法门任意法 你能够照达二空 二空人我空法我空 耳朵听到的声音 耳朵是假的 四大合合 声音是因缘合合 能够听闻因声的是不生不灭的我 这个不生不灭的我在一切静里面 都是不动心的 所以你就透过这样外境的变化 了解了人我空法我空 那么任何一个静 任何一法都是帮助我们 去正入去开悟的什么 一个最佳的途径 所以在逆境当中 我们要能够成就自己 要培养出这样的一个能耐 而不是希望别人帮我们塑造一个 很好的修行的环境 是自己要去创造出来的 接着我们看二十八页 第二位 优沙尼说陀 优伯尼沙陀 他是从色诚 色诚就是涌下 下一例是从眼根去看到的 但是优沙尼沙陀 他是欲望很多 那这个欲望可能就谈着男女的一个情欲 他欲望很重 男女的情欲如果重 你要修行就很难 即便我们在家修 戒律不像出家人那么严格 出家人一定不可以犯男女的关系的 我们可以允许正义 但是即便你是在家修 夫妻的生活也要有所节制的 那个时候代表欲 那都是受生理的冲动 所带来一个感官的刺激 尤其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年轻人当然就不可以相同而育了 年纪大人在这一方面就要看淡 那优沙尼沙 优优尼沙佛 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有这么一个困惑 他就请问释迦牟尼佛 怎么破自己的盲点 我们一般人对于自己的 很重大的缺陷 我们都不好意思给人问 对吧 我们都问那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可是真正有心学的人 是不在意把自己难堪的一面 去告诉别人 因为只有告诉别人 别人才能够给我们提供 正确的药方 帮助我们去解决病根之所在 所以佛就教他不尽管 先对这个色身产生那种 厌离的感觉 我们对这个色身太疼爱 就会有严重的人我质 然后伴随着色身的一个需求 我们就往外面有很多的生理活动 喜欢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 对不对 然后从这个色身出去的下一代 我们就把他爱如掌上明珠 不容许别人动他分好 这些都是对于色身的执着 那你看看这个色身多么肮脏 释迦牟尼佛当初要出家学到的时候 那一天他凌晨起来 看着伺候他的宫女 睡在宫殿里面东倒西歪有没有 有人睡觉流口水 然后那个憨声有没有 像打人一样 那个睡之极为丑陋 然后还有人眼睛半张有没有 还有人有眼屎 看到那白天的时候 每一个人装扮起来有没有 貌如天仙 怎么晚上一睡觉就圆形必现有没有 那个就是不静观 我们看看自己也真的很不静观 从这边出来的叫做眼泪 这边出来叫鼻涕 眼泪看起来楚楚动人 对不对 鼻涕流下就乱恶心一把 可是那都是你身体的水分 改变了一个相貌出来而已 都是水分 四大甲河地水火风 在身体里面流动的也是水 可是变成红色 我们就觉得很珍惜 流了鼻涕 一擦下去没有人要 你不丢别人觉得很肮脏 你的血如果捐出去 别人说你是好人 同样一个水分摆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从下面流出去的呢 那叫做尿尿 是不是 那样放到马桶里面 把它冲掉的 你想想看这个身体里面 每天制造多少不干净的东西 有的时候说我们身上 有癌细胞的存在 就因为我们有受变 所以排毒叫做排便的意思 也不可能每一个人 都把身体里面弄得干干净净 它一定都有或多或少的 受变在里面 所以佛陀在经典曾经讲过一句话 来形容我们的人体 叫做装粪的花瓶 讲得很清楚啊 屎尿都装在这个花瓶里面 看外表的时候有没有 真的是玲珑永智 精雕细琢 把那个花瓶打开 闻一下 我哪这样不是塞就是了 你仔细这样往里面一看 你就不会对自己的面貌 挤太多的贪恋 或者觉得自己的长相不如人 想要去动包啊 去美容啊 最后有没有 越美越糟糕了 比别人提早衰老五十年 这些都是爱美所带来的 一个后遗症 那我们看人也是啊 看这个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是不是 把这个人过去讲话惹我生气 所以看到那张脸 我一看你就气 看到他就我一见你就笑 这个都叫做色相 或者中午吃饭 便当打开一看 菜色不如自己的意思 有没有 也不高兴 这个都叫做 有相的东西 都叫做色 你如果对我们最执着的 这个色相能够破 外面的有相的东西 他就不会放在眼里了 所以学到要针对 我们最难破的盲点去用功 而不是在那个 芝麻大的事情上面 我今天去改一行 你改什么 不乱丢垃圾 我过去乱丢 现在不乱丢了 明天我又改一行 感觉很严重 一年365天 改了365样 觉得好有长进 结果你改的都是 织毛蒜皮的事情 今天不丢垃圾 然后明天做资源回收 可是那个脾气 那个自我执着的意识 从来就没有把它改掉 所以带着意识心 做所有的好事 它都变成福报 而不是功德 这个都是给我们 在一切有向的境里面 要学会往里面去回光返照 所以不要看到色就想 这跟我没关系 我也没有先生 我也没有太太 它是以这个色欲 跟我们的生理 有密切的关系 最直接的 最密切的 你能够带 其他的东西 就不在眼里 所以那么色是什么 跟生意一样 四大甲合的 因缘合合而有 对不对 这个也是啊 钢筋水泥合合而有 所以佛堂不在于 够不够大 而是在于 在佛堂出入的人 有没有让这个佛堂 显得很庄严 我们常讲 外在的佛堂要庄严 我们忽略了 里面的软起 够不够庄严 外面 什么雕囊 化洞 走在里面的人 嚼着槟榔 裤子一个卷起来 一个放下去 请问你 那个庄严性就没有了 尽管我们没有 那么恶劣 但是对于自己的遗态 我们是不是 也有去注意到 这些细节 这个都叫做色 但是最先要破的是 你对这个色身啊 不要有太多的贪恋 早上跟我们 苏珍姐在聊 她今天值班 她的身体不太好 还细胞不断的扩展 可是她很坦然去面对 该做的能做了 而且怀着感恩的心 因为上天给我们有 还有知道 危机要到来的时间 还给我们一个时间 让我们去 做最好的准备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是学到人要学会的 如果我们学了那么多的道理 最后在面对自己的人 灵性跟色身剥离的时候 我们看不破放不下 你会很痛苦的 因为人之将死 就像乌龟要脱壳一样 灵性跟色身本来不相干的 对不对 可是因为灵性在这色身里面 寄居了七十年八十年 就像树木 经过接枝以后 这棵树枝就跟这棵树密合了 它就不能分离了 你把它折断它会痛的 所以现在就要有那种 看不破的心态 将来一口气不来 才会走得很潇洒很利落 减轻很多痛苦的 所以我鼓励很多老弥撒 在家里面一直放弥勒佛的圣号 就是透过佛号去净化你 潜意识里面的执着 让这个佛号二六十中 在我们心里面想起 在危机现前的时候 你的真心不要迷失掉 所以凡所有像都是虚妄 像妄性真 一切像都是什么 都是道的一个创造 这个色身是因为有灵性 这个色身才有存在的价值 如果没有灵性 这个色身也不就是一堆腐肉 最后成归成土归土 所以在一切像里面 不要被像的好坏美丑所转 而要知道相妄性真 在外面浏览山河大地美景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这一切天地间的万有 是由道所创生 你要去追寻那个源头 而不要在中途的浏览过程里面 迷失了自己 这个就是幽伯弥撒陀 所要介绍给我们的 我们看经文 是二十八页讲 焦成那讲完之后 第二个色尘 起来代表 他就讲了 我一观佛最初成道 他说我最早的时候 走修行的路 就是从什么 从观 去回观有没有 说这个一切像 尤其这个色身是不尽的 所以就生厌尼 然后从色身的一个厌尼心 而了解出 凡所有像都是虚妄 这个色身有层处坏空 到白骨 最后骨头也不见了 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土了 土最后也不见了 归到虚空了 虚空在哪里呢 你也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归于虚空 空色恶无 尘无学道 从有像里面 看到最后 毕竟无一物 看到无 无归于空 就连空也不在了 他就成了无学道 成就什么 阿罗汉道的意思 那我们天天看这个色身 我们为什么看不出了 所以然 我们只在意 眼尾多了一个皱纹 皮肤皱了一点 干燥一点 要磨一点 保养油 对不对 只在意自己肢体上 有没有展现出 让别人羡慕的那种娇美 你想要留住青春的脚步 哪一个人能够如愿 释迦牟尼佛 他都还要视线八十岁 垂垂老翁吗 何况我们是反复呢 所以如来一我名尼沙陀 他从色相里面去觉悟了 所以佛陀称他为尼沙陀 就是什么 就是色性空了 不被相给迷了 成色寂静 妙色密缘 外在假相 因缘合合的 有相之物 你把它看穿了 然后知道相望信真 找到源头了 这个叫做妙色密缘 所以我从色相得阿罗汉 回去看一看自己 看一看我们周遭的人事物 看看自己的儿女 尤其年纪大的人 有儿孙以后 对儿孙的牵挂太重了 大概五十岁以上 还要挂夫妻之情的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 就牵移到什么 下一代的儿孙了 其实那个都是莫须有的 那也是因缘合合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善尽长者去教导的责任 其他就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期盼 不要妄想去支配他的人生 不要妄想去安排他的命运 佛陀讲过 除非当事者本身愿意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别人的命运 既然如此 你只能要求自己 在他没有成长 接近完全之前 好好地灌输他正确的意义 剩下的就要靠他自力救济了 你所有的费心 都是徒劳无功的 倒不如把时间拿回来 去成就自己最重要 这也叫做设向的一个觉悟 屋子也是 整天想要把这屋子 弄得怎样怎样 东挪西挪 有没有 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 我屋子东西已经都在净空了 我看在净空那套沙发就不见了 都移的话去我家 你只能坐地板了 想想还是不要丢比较好 因为沙发不用天天擦 地板要天天擦 所以东西要越少 你反而会感觉到那种空旷 所带来的舒适的感觉 所以佛问元通 如我所证 色因为善 所以幽伯尼撒陀 是从色尘入手 接着过来 香炎童子 香炎童子你看看 即从做起 顶礼佛祖而伯扶言 他说我闻如来 教我地观 诸有为相 香炎童子 也是随着释迦牟尼佛修 你看目前我们只讲到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是由释迦牟尼佛去指导的 有没有给他指导相同的方法 没有 好色的告诉你不静观 对不对 在阴森里面迷失自己的 他就告诉你 一切的深层 也是什么 向旺的 那这个香炎童子是什么 是从香尘里面 也就是各种的味道 以香来代表 还有臭 还有不香不臭 那这个我们在居家生活里面 就很容易体会的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看左邻右舍 尤其我们现在吃素 到了烹饪的时间的时候 他就会传来一些 不知道什么味道 后学住的那个屋子 有一阵子 在夏天 总是会到五六点 都会闻到那个臭鱼的味道 一直觉得奇怪 哪一家在吃这个臭鱼 有一天我就下楼去找 在前面的庭院闻不到 后来才知道 是在隔壁的地方 另外一个社区传过来的 你看那个味道传得多厉害 那这个臭鱼早期 在吃荤的时候 还觉得蛮香的 可是一旦我们吃素以后 我们改变饮食习惯 对这个味道就不能接受了 所以每一次如果来不及关窗 就连佛堂客厅都有那个味道 有一次我来不及关的时候 味道进来我发觉了 去关我就一面关 那一家这么没水准 天天吃这么臭的东西 后来我就明白了 不能够因为我的饮食习惯改变 我就呵斥别人的饮食习惯 是不对的 这个叫做对尽身心 对不对 既然知道人家有这么一个习惯 那你就每一天到了五点钟 你就把它关掉 你就何必一定要守在那边 看他今天会不会煮呢 你先关嘛就一个小时而已啊 对不对 你就减免了自己造恐怖的一个机会 我们吃素以后最容易以现在的生活背景 去评判那个没有吃素的人 好像别人就是十二不赦 自己就高高在上 即便你是胎里素 你也没有资格这样说别人的 每一个人 蕊式的因缘不一样 所以他会选择的生活条件就不一样 我们知道他眼前的这样的选择 或许不明智 我们只能祈祷祝福他 早日早到正确的途径 但是心里面不要起排斥的感觉 那同样的道理哦 过去我们在吃榴莲的时候 跟稻青一起吃榴莲 有一位稻青就闻到榴莲的味道 就好臭好臭就跑 或许没讲话 第二次再碰到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是很没礼貌的事情 其实早期后学也是这样子 闻到榴莲的味道 总觉得从厕所里面飘出来的 可是我们不可以以自己的感觉 去带给别人那种不舒适的心理状态 人家吃得很香对不对 你突然好臭好臭 就让别人觉得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 所以各取所惜 这个叫做未成 你要在一切味道里面打理自己 我们常常看到餐厅贴一副对联 叫做闻香香 我们现在学到这么久了 闻到香味还要赶快去追踪 那个香味从哪里来 那就最快喊嘛啦 对不对 闻到臭味 你要去找臭味从哪里来 然后把臭味给除掉是可以的 闻到香味就食指大动了 这就表示一个味道都能够把你牵动 所有会动心的都是人心的变化 真心是对一切进不起分别的 它是不动的 人的心一动就会乱 你得不到你就有好奇 得到也会有两种感觉 第一个很满意 第二个有没有 觉得不如自己的期待 得意跟失望 那也是七情的一种 所以这个叫做未成 在香里面 有人家里富贵烧的香就比较好 什么水城香 什么香 有的稻青家里的环境不好 烧的香就比较劣质一点 哎呀你家怎么烧这个香有够差的 这个都不对 真正的烧香是烧心香 心干净最重要 所以这个叫做从未成里面去调理自己 那各位前显 意思是告诉你 要把自己的味觉弄得像什么 像鼻塞一样 都不会在一切剂里面起分别了啦 我们的鼻子只有感冒的时候不起分别 平常的时间太灵敏了 我们是做万物之灵 又不是做猎狗 对不对 所以那个鼻子要用在对的地方 这是告诉我们 在一切的味道里面 安住自己的心 那这都不是生活层面里面的事吗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从小跟孩子拔屎拔尿 自己孩子的尿片从来不觉得恶心 还会详细观察孩子这天大便 什么颜色 鬼条 还要做详细的记录 是烙晒还是净熊 有没有 那青色就是黑串到 如果是土色有没有就正常 太硬了孩子就消化不良 太吸的就是什么 吹到风了 我们看自己孩子的大便 这么津津有味 看了把人帮帅 我们觉得很恶心 一样 这个都是你在味道里面 有没有起的分别 所以不要小看这诗 这个所谓的六根 六层 那个都是我们在家修行 要去调理的地方 别人上厕所弄脏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恶心 那自己上厕所就忘记 后面还有人要使用 卫生纸乱丢有没有 你还是会看到啊 丢错有没有把它捡起来 再放回去 这都是你在家里面 在外面要上厕所 要去注意的地方 所以香盐同此 在味道上容易起分别 所以佛教他地观 诸有为相 香也是什么 味道也是因缘和合的 煮麻油有香味 煮臭豆腐有臭味 那请问你 香味从哪里来 臭味从哪里来 问题在后面 你要这样去追踪 这个味道从哪里来 这个才叫做相忘信证 你看 我实词佛厌悔清灾 佛告诉他修行 从一切有违法 都是什么 梦幻泡雨开始的时候 他回到了自己的 所谓的这个修行的地方 他就厌悔清灾 就是在佛堂里面 就开始进观 回光返照 不要说他坐在那个地方 不动了 他就开始进入回光返照 他说那个时候 见朱品丘烧沉水香 可见那个时候 是烧晚香的时间 那出家人要烧香拜佛 烧的是水沉香 这是最高级的香 那个味道真的是 他虽然很浓 但是很清香 非常的好闻 香气即然来入鼻中 他这阵阵的这个香烟的味道 就传到他鼻子里面 他闻到这个味道 叫做我观此气 这个味道的时候 非木非空 非烟非火 去无所拙 来无所从 游是一宵 发明无露 我们闻到香味 这个香味从香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会开悟 可是香炎童子 他是这样想的 这个香味从哪里来 从木头来吗 沉水 这个所谓的 沉香木做成的香 对不对 他如果从木头来 那这个香摆在那边 本来就应该要散发出 这么浓郁的香味呀 可是香如果没有火去点燃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香味呀 你看我们家里面都有佛糖 没有点香的时候 屋子里面的味道不浓 一点香香味就出来了 那香味就表示 不是从这个香出来的 因为火不点 对不对 香就香味没有出来 点了就出来了 那这个香味从火出来的哦 但是火只有点香的时候 才有香味 点其他的东西没有香味呀 所以他也不是从火出来的 那当这个香的烟 飘到我这边的时候 我闻到的香味了 对不对 那香味从烟出来的哦 可是烟没有飘的地方 也可以香一直往外去扑散嘛 对不对 那香味也不是从烟来的 也不是从火来的 它也不是从虚空里面 莫名其妙 无中生有而来 如果是从虚空来的 虚空就应该藏在 香也应该藏在 那这香从哪里来 它是因缘和合的 沉水香点了火之后 在一个空间里面 透过香烟散发出这个香味 当香散掉了以后 有没有香味就不见了 对不对 香味是因缘和合而有的东西 它有来有去 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 去的时候也找不到它的归处了 可是这个能闻到香味的是在哪里 是你的鼻子吗 不是 是鼻子下面的那个主人 所有外面因缘和合 它有生面 有时间性 可是这个能够觉察到 香味存在的这个真心 它是不变的 所以香味存在的时候 它感觉到 香味去的时候 它也感觉到 它不会因为香味的 生跟灭 有跟无 那这颗心 它就有了 存在与否 所以人就不应该去追寻 那个生灭之物 而忽略这颗不生不灭的真心的 真心是不动的 它是从这个镜里面 它看出了 佛所有相里面 是有违法 是因缘和合 因缘和合之物 是有时间性的 那个觉察到 因缘和合的 不存在的 那一个真心 才是不生不灭的 它就回归到 自己的本性 就安然不动了 这是让我们 在一切镜里面 从味道里面 也能够安住真心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你如果不听这个道理 你就不懂啊 哎呀我要练三宝 要镜镜镜 你不知道道理 你的进攻不容易赔出来 因为一个念头进来 你的心就跟着浮动了 所以意消发明无漏 意就是自己的 第六意识的人心 会分别的人心不见了 就无漏 无漏就是真心才会无漏 真心就现前 所以如来应我得香炎号 香炎童子 是从香气里面去入手的 所以如来封它为香炎号 所以尘气树灭 所有外在一切的味道 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妙相命远 我从香炎得阿罗汉 来去是有生灭 但是不生不灭的是我的真如 这样觉悟之后 我们就安心不动了 不再被一切的外面的 所谓的香气臭气所引诱到 你在这一方面也能够去振入 所以佛问云通 如我所振相言为上 今天谈到了声音 对不对 谈到了色 谈到了味道 那都不是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天天接触的东西 你每一天培养自己的观察的能力 你要觉察外面的环境 所带给我修到的一个观念 我们才能够透过觉察而进入到觉悟 所以修到不在生活里面去落实 你要往哪里去修啊 所以道一定在生活当中的 所以在家修容易成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接触的层面很广 但是在家修难以成就的 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事物非常的繁琐 所以在这么多繁杂的事情里面 我们心很容易往外奔放 而不知道去拉回 所以不断的研究道理 就是让我们在每一个静的变化里面 从静里面去找出上天带给我们的启示 有这样的觉悟 那就是牺牲静是广常蛇 广常蛇是释迦牟尼佛 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成佛之后视线的三十二项 其中的一项叫做广常蛇像 代表一切的音声都是佛在说法 所以我们读上身经下身经了解将来诸佛 驻扎的净土里面 数风都会讲法 原因在于这里 一阵风过来了 你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你不要只要看到这是几集风 而是风有来有去 可是能够觉悟到风的来去的是你的真心 所以你不要再来去有变化的生灭的东西上面 去迷失了自己 接着我们来看 看什么 看所谓的要王要上而菩萨 这两位菩萨的修道经过讲完 大概就应该要下课 要王要上两位法王子 这个就是大菩萨 焦成那香炎同子 都还有可能是大阿罗汉 要王要上两个是大菩萨 这两个人就同时带着五百梵天一起起来 可见他们是修行相同的法门 然后他就跟佛讲 通过五死结为世良意 从过去九元以来 在人世间学到的过程 都是做一个什么 做医生的 是救人的生命的 可见我们的工作也会成为惯性的 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业 你在下一辈子来到人世间 你还会重操过去的这种行业 类似雷同的性质 就像你这辈子喜欢开赌场 喜欢赌博 下一辈子再来人世间 赌剧有了变化了 可是你赌博的习性在 你就可以随着外面环境的变化 又创造出新的一个赌博的法门 好赌的人连石头都能赌 一把石头抓过来 对不对 你来看看哪一个石头有多哪一个少 这个也能下注啊 我们看到石头是把石头踢掉的 所以这跟我们阿赖也是浅尝的东西有关 所以一开始讲要有证件还要有证密 工作很重要 你的工作也会影响到你的将来的 所以因为蕊四都做良医 口中长此 说佛四界过去都是中医嘛 在西医没有发达之前 草木金石 名数凡有十万八千 表示他像神龙氏一样 尝过各种的药草啊 所以知道各种药草有苦味 醋味 咸味 淡味 甘味 辛味 辛就是辣 或者各种味道碰在一起的叫做糖醋 是不是 很多味道混在一起 又酸又辣 这些都是啊 所以 猪和和就是不同的味道配在一起 还有巨生变异 什么叫做巨生 有一些的植物 它生来是甜 有的是苦的 黄莲是苦的 怎么改也改变不了它的特色 那甘草是甜的 这个叫做巨生 与生俱来的 那有一些变异 这些药草 有些药草拿过来 它还要经过烘培 经过人工的制造 才能够把它的疗效给发出来 但有些药草不必 拿过来倒一倒敷上去 它就能够止消炎 对不对 有一些要经过再次的 再次的叫做变异啊 就像我们说高丽菜 前前不知道小不小的 高丽菜如果经过晒干以后 它所涵盖的维生数量 是新鲜高丽菜的一千多倍 那个营养素更高 就像过去 散热人吃高丽菜干 对不对 因为太少的时候 打干嘛 那不止的时候 就滚一锅 高丽菜干 过去人为什么身体的疾病少 吃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丰富 可是好像都蛮健康 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东西 在无形当中有没有 都符合了这个植物里面的一个特色 所以能够完全生理去摄受那个营养 那我们现在很少人 爬不高丽菜干 也没有地方要晒啊 这里也没地方 家里面也没有 阳台中年不见日光 现在大家都高楼大下 有的时候买房子要小心 不难洗准眼前一个大公园 对不对 结果过没两天 盖一个楼房比我家还高 结果八楼以下 中年不见太阳 不开灯 大半天都看不见东西 这个就是人口秘籍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一些所谓的阳光 你都会丧失掉 这就是现象界的问题 所以这些的药物里面 有的是冷的 有的是热的 有毒无毒 他完全都知道 这两个人是兄弟 我们看这个三十页讲 要王要上菩萨 他们有这个名称 今天会封为菩萨的名号 他过去的原因在哪里 这也攸关将来各位前嫌成佛 老母给你的封号是什么 号是懒惰 还是古老 对不对 每一个人将来成道都会有一个 修得好都会有一个封号 总要有一个名称让人家称呼 不可能带着人间的名字过去 是不是 就像我们神主牌里面 还会刻着什么名字 都是陈氏 张氏 周氏 就一个姓氏代表 我们先看着要王要上 这个菩萨 过去在流离光的时候 有一个底丘叫做日葬 他就开始弘扬正法 弘扬正法就是所说的义理 没有违背圣贤的道理 当时有一个长者叫做新树光 听闻流离光讲这个法 流离光佛的这个比丘 对流离光佛那个时代的比丘 日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有没有 他就用雪山庙药 庭湖庙味供养这个比丘 还有当时与会的大众 以这样的药物来供养 就很像我们煮补汤 来供养参班的前贤 而且他发愿 生生世世 能够治疗众生的 生心的重病 各位先要注意哦 治疗生跟心哦 不仅是色生肉体 还要心理健全 那心理健全就表示 这个灵性比较干净了 你要发这种愿 你才能够做大医王 大医王就是佛的意思啊 当时他在佛前发了这个大愿 所有语会的大众都很高兴 就尊称他为药王 因为治病一定要拿药 所以我们这一生所走的修行路 我们所发的愿 其实跟我们过去久远节 都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 你不要以为是这一辈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才走上这一条路 就叫我进厨房 我就变成五位师 叫我站讲台 我就变讲师 我们季光老师曾经讲过 任何一个人身份的一个变化 他绝对是他跟他的愿力有直接关系 尤其是讲师 你如果没有立愿下来 你再大的培养功夫 他也塑造不出来 你既然立了愿 后天的雕琢 只是适度的营养补充 他跟你的愿有关系 你在厨房里面 能够变化出这么的多的食物 让别人从荤食变成素食 那也跟你的愿有关系的 所以人都不要去轻忽了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就糊里糊涂就过去了 你想要当讲师 你就要充实自己的内在 你想要当无味师 你就必须对于各种食材的搭配 你都要去通 要会 你总不能到了美国去 把台湾的食物打包去美国吧 吃完了我再坐飞机回来拿吗 那个都不是好的无味师 你要能变化 因为你要成全的是那个地方的人 你要就当地的食材去做调整 就像我们讲道理 对着我们台湾 对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我们讲的道理 跟在美国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要做适度的包装的 要不然别人一听就吓死掉了 这个都是每个人分内 你要不断充实自己的 所以人只有了解了自己 工作分内该需要充实的能力 才能够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的好 所以这要往要上 过去生发的愿 到多生多减 每次在人间修炼的时候 都没有离开这个愿里 您才知道我们求道发的十条大愿 对我们的帮助有到多大 求道以后学到精进立的清口愿 舍生半道愿 那都会伴随我们生生世世 让你很自然而然的 都不背离这条路的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的 为什么学到人一定要立愿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发愿供养佛之后 有没有 所以遵循为药王 他的弟弟叫做殿光明 两个人发同样的愿 供养佛生 所以两个人一起 所以任何一个人跟人的相遇 人跟世的相遇 都有前因的 所以人要跟别人广结善缘 好聚好善 不要结恶缘 我前两天跟一位道经讲 我说哎呀年纪都六十岁了 不要老是把那种枝毛蒜皮 恩恩怨怨放在心里 这样子修道太辛苦了 把它扫干净 把它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不干净 下一辈子冤家路窄 将来回去在那边碰面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不顺眼 对不对 结果两个人修的火候差不多 又坐在隔壁 那你看人间也是痛苦 上去也是痛苦 你现在放下就没事了 对不对 把它放下就好 没有解不开的结了 事情过了就让他烟消雾散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 你的现在所创造的环境 跟我们过去生的修养 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成事如来 了之未幸 在多生多节的无量节修行里面 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度化众生 要往要上这两位菩萨也来人间在学道了 所以都跟着释迦牟尼佛 这就是因缘 所以我们过去生跟技工老师结的缘很深了 所以这一辈子有没有 八万四千法门 我独尊这一尊法门 那么多佛都是好 我们独拜尼勒 独拜技工 原因在这里 累世的因缘 所以成事供养佛陀 朔席不忘 到这一生的时候有没有 他依然是从未到里面 去开始进入到他的修行 所以你这一生的修养 攸关你未来的一个基础 所以成事如来了之未幸 非空非勇 非极身心 非离身心 分别为因从事拍悟 这个味道从哪里来 我在尝药草 觉得这药草很苦 请问这药草很苦 如果药草不过来 我的舌头 我知道药草很苦吗 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过来的时候我尝到 那这个苦的感觉 是从哪里来 从药草来的吗 那没尝之前 怎么不知道呢 那是舌头尝过 才知道从舌头来的吗 如果从舌头来 药草不来 舌头怎么没有苦味呢 所以也不从身体来的 可是有没有 没有药草 没有身体 这个苦味也不出来 所以就告诉你 要两个条件配合在一起 都是因缘和合的东西 因缘和合的东西 是暂时有的 源起源灭啊 可是那个能够觉悟到 它是苦味的 那一个的主人是谁 你要把它找出来 那个主人味道来的时候知道 味道走的时候也知道 常苦常酸常辣 他都知道 那个主人是常做不变的 所以在这样的 不断的回光返照里面 常变了人世间的心酸苦辣 你不会在心酸苦辣里面 在痛苦的往事迷失自己吗 而能够知道那是历练 透过历练 把自己的真心给锻炼出来 这个就是说 要往要上 从味道里面去觉悟出来 后学现在也在练 离开辣椒 前一阵子 托我们前嫌的慈悲 做了两罐辣椒给后学 其实我已经发愿不吃辣椒 但是给了我 我就拿回去 我摆在桌子上面 当天晚上煮了一碗面 吃面不配辣椒 这个日子很难过啊 可是我就眼睛看着辣椒罐 然后就在吃面 这样子也度过了 为什么 因为辣椒代表后学的伤害很大 我皮肤过敏 不能吃辣 可是我爱吃 这就是味道把我给伴住了 我不能马上把它放下 我就看着面 吃面看辣椒配着它 假装味道存在 有一天让这个辣椒 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不用看它 我也不动心了 这个就是在生活里面去锻炼自己 或者走进鱼市场 不要觉得鱼市场好臭 我有一次去花式买东西 楼上就是鱼市场跟花式摆在一起 走进去鼻子就自然舞起来 后来就发觉这个动作是很不礼貌的 过去不也在里面出入很自在吗 就把这个手放下来了 所以走花式跟逛鱼市一样 不要让那个味道去影响我们 这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 在一切境界的变化的时候 你都不动心 你都不启念 顺境进入到逆境 甘之如鱼 逆境进入到顺意 顺境也能够保持平常心 顺逆境始终一个真心在对应 这些都是佛陀借由二十五位大菩萨 告诉我们 在日常生活 透过我们的六根 对应外面的六层境界的变化 如何让自己跟层相对 不起分别对待 而能够练就自己一生的好本事